没这个必要我们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吧 你要想清楚你的身份 一句话惹怒张家辉 华少到底有多无脑 2014年华少主持的节目邀请到张家辉 节目刚开始 华少就展示了自己的土豪属性 不仅戴着价值不菲的手表和手串 一直手上还戴满了戒指 我看你也很戴名标啊 怎么样都很隆重 因为我干的活多 欠赞多了 华少一脸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手表 丝毫没有注意到张家辉鄙夷的目光 接着华少又问起张家辉的房产 很明显张家辉并不想提及财产情况 但华少还是不停地追问 大明星都应该住豪宅 都有很多套了 您也是吗 我觉得这个不好说 明白了 不太方便透露是吧 就不能说有几套 对吧 不合适 但是房子挺大 这个也不好说 尽管张家辉不愿讨论 但华少依旧打破砂锅问到底 最后张家辉透露 自己是92年买的第一个房子 华少却故作羡慕地说道 真让人羡慕 9293年就有自己的房子了 你看看我俩 你已经有三四套了好吗 那就是最近的 对于这些张家辉都毫不在意 但接下来的提问 华少彻底激怒了张家辉 华少问张家辉以后 会不会干涉女儿的恋爱 会不会要求女婿有房有车 而张家辉根本不惯着华少 直接回对 华少没有感受到张家辉的愤怒 依旧不依不饶 表示自己的儿子 可以追求张家辉的女儿 张家辉对于家人一直非常的在意 女儿更是妻子经历两次流产后才辛苦生下的 对于华少的无礼 张家辉直言你好好想想吧 儿子有这个想法 你儿子有多大 我儿子八岁了 八岁了 那你怎么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我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 那你可以再想多一些吧 再想清楚吧 终于华少察觉到张家辉的不悦 为了缓解尴尬 华少向张家辉介绍自己的书籍 但直接被张家辉无情地打断 既然聊到这儿 我很愿意花两句时间跟您分享一下 我曾经自己写过一篇很长 我想我没这个别 要我们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 当然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您的观点也一样正确 我认为观点是没有对错的 只有讨论的区别 没有对跟错的区别 所以我说 没几个别要在谈论这个事情 如果刚刚那个问题让你觉得 被冒犯 我很抱歉 对你记着一个身份 你要想清楚你的身份 讲话会做成一个怎么样的影响 在之后的采访中 张家辉直接火力全开 剧剧烟的华少接不了话 不留一丝情面 不会把没钱作为我生命中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之一 你可以当一个土豪吗 一个人晚上害怕吗 你觉得呢 我发现了张家辉先人的法宝 就是不想回答就问你觉得呢 您是一个 你现在才发觉啊 我指出他的原因是因为 待会我要打破这个法宝 那个有你自己的自由吧 那我们来试试看吧 好 看你怕鬼 弄一动你的鲁筋 去想一想 很多科学家 我的教授朋友都会告诉我 那是怎么原因造成的 不光是一个土豪啊 你还有一些教授朋友 有点内涵啊 你才发现啊 对 华少作为浙江台一哥 竟然将访谈进行到如此尴尬的地步 不得不让人质疑 靠快嘴成名的华少 在专业素养方面可谓是十分欠缺 这次访谈也让张家辉十分的无语 但其实这已经不是华少的第一次作妖 曾经华少采访唐烟时 就毫无征兆地问起收入问题 收入多少 没算过 太好了 一般都这么回答 嗯 真没算过 多的都数不清了 对于明星来说 收入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并且这也是个人的隐私 但华少却不断逼问唐烟 仿佛得不到答案就事不罢休 对 几百万肯定是有了 真是没算过 上千万呢 真是没算过 不如刚才回答的肯定 唐烟的内心可谓是万马奔腾 但华少依旧不依不饶 像查户口一般 一直追问唐烟的财产情况 买房了吗 有啊 北京买房了 没有 没在北京买 对 哪买了 上海 开什么车呀 就一张小轿 标志是长什么样的 牌嘛 很多车都这样的 不是盾牌的 那是一匹马 是豹子 牛头 H 太贵了 你说的都是太贵的车 在华少的连环追问下 唐烟已经面露不悦 最后只冷冷丢下一句 我不是很喜欢话多的人 华少靠着种种的神操作 将自己的职业生涯葬送 华少曾47秒念完了350个字 一战封神 但出名后的华少有钱了 也彻底飘了 他将傲慢与膨胀都写在了脸上 说到底 华少是靠着独特新奇的方式 带给观众一时新鲜感 从而活起来的 所以他始终缺乏主持人最重要的文化底蕴 最终看来 是时代成就了华少 也是时代抛弃了华少